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基百科是一个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参考工具 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语言编辑内容 但是这样一个网页却也有黑暗的一面 今天要来看五个你不该搜寻的维基百科页面 Tarrer Tarrer是一位法国马戏团表演者和军官 他因为有着一个永远吃不饱的威尔大红 他总是呈现饥饿状态 而家人因为无法喂养他所以被赶出家门 于是他到了巴黎开始表演吞入动物、石头、尸体 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时他加入了军队 但是也占食品无法满足他 于是他开始吃垃圾 但是这样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于是被送到医院 医生在他身上做了一些实验 他吃了15人份的食物 加上几只活猫、蛇、小狗和蜥蜥 甚至吞入整只蛮鱼 虽然他有这样的状况 医生也没有验出任何有精神或是身体疾病 他想要被治疗好 所以接受任何医生给的治疗 像是药物、烟药、酒醋、水煮蛋等 但是都失败 医生也无法成功的控制他的饮食 因为他会跑到外面捡垃圾吃 或是喝其他病人的血 甚至跑到停尸间吃尸体 后来因为被怀疑 吃掉一位四岁儿童 他被医院赶走 四年后因为得到肺结核 加上长期腹血而死亡 鼠王 讲到鼠王 你可能会以为是老鼠中的带领者 但其实不是 鼠王是一种多只老鼠缠绕在一起的现象 这种现象通常有可能是因为鲜血、粪便、泥土、头发造成的 也有可能单纯的就是老鼠的尾巴打结 这些被尾巴缠住的老鼠们会一起长大 最后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怪物鼠样子 鼠王没有一定的数量 但是大量的老鼠结成鼠王是罕见的 历史上鼠王被认为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跟瘟疫有关联 The Cleveland Torso Murderer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连环杀手被称为Torso Murderer 当时1930年在克里夫兰地区杀了12个男子及12个女子 通常受害者都会被肢解 然后尸体都会被放血及清洗过 这位连环杀手也从来没有被抓到过 危机百客里面也有许多身份不明的受害者照片及厌史报告 The Witch Elm 在1943年四个孩子在英国的某森林玩耍时被一个空心木头绊倒 惊奇的发现这个木桩中有个死去的妇女尸体 经过科学考察这个妇女死亡的时间年龄在35岁左右 是被人用锻带塞到嘴里窒息而死的 然而几个月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一具文字出现在这里的墙上 是谁将贝拉放进这个空心墓的 Who put Bella down the Witch Elm 事件发生后有人认为是巫术 最后被见到的文字讯息是在1999年8月 那是谁在这55年来在替这位妇女打包不平的呢? 外星人手 外星人手症状是一个罕见的精神症状 导致一个人的手在本人没有意识下自己移动 大部分都发生在左手 有这个症状的人通常临床表证是觉得换厕手不是自己的手 常常不受抑制的控制 其中一名病患描述自己将香烟放入嘴中后 换厕手立即将香烟拔出丢到 病患表示也许他不想给我抽烟 而有些只是会试图伤害自己 有时候还是不要知道太多比较好 写论文最好也不要随便用维基百科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